第十首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训练 训练什么呢 两个手交替连奏 这个练习要求我们 很默契 两个手很默契 很连贯 不能出重音 让人家觉得就像一个手去弹这个连奏一样 好像 不是 那不好就容易出重音 特别在右手的大拇指 为了能够让这个手跟键盘的关系更舒服 而且能够使这个音比较准确 我们可以用这种辅助练习 来使它手的感觉跟键盘的关系更密切 就是把它先把和弦找着 把这双音找着 就是这个 一块弹 听出了吗 这个效果是要这样 这种连贯的关系 它隐藏着线条 非常连 我们还可以 把这个第九小节的这个 也一样键盘 也一样键 找到位置 所以除了找到这个位置以后 你们还看见了吧 我下键的 起落的感觉 跟分解的时候是一样 手非常 跟键盘非常贴键 我就我老说的 手跟键盘 很亲密的一种关系 而不是咯咯咙咙的 是 甚至就好像 非常 都要拉一拉它的这种感觉 这种关系 你就不容易出重音 这个速度呢 我放在92 我们下 rhyme 来看 及 resonated 相泛 确 哼 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